彭德怀,你在我们脚下碰得头破血流 初战证明,兰州的命运,乃至整个西北的命运,滚操在我们手里 马纪元为何如此狂妄? 难道这兰州的地狱战真像他说的那样吗? 事实其实并非如此 当时国军的计划是,马不方坚守兰州 对后,宁夏的马洪奎和胡宗南出击 企图让我军不被受敌 不过,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美梦 在大军开赴兰州附近时,上级专门做出了指示 要执行好民族政策 尊重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生活习惯 各部队,要认真检查一下 一定不要把猪肉猪油这些东西带过河去 这样做,会给我们的生活暂时造成一些困难 同志们,尊重回民群众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是,过河 而彭老总呢,深居兰州是块南啃的骨头 因为东西南三面群山环绕 北面是黄河,再加上从抗日战争开始 就修筑了坚固的防御攻势 整个兰州就像是铁桶 彭老总便调集了四个团 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但很快遭到了马家军的猛烈反击 各种碉堡和安保火力点齐齐开火 无数先烈倒在这片西北大地 整个战场惨不忍睹 老蒋都十分吃惊 没想到这个时候了还能打胜仗 当即发贺电给马不方 这让马不方的儿子马洪奎更是狂到没边 西北的土地,人和柱,石头,沙子都是姓马 青海的马,一万年也变不了 当前我最担心的是怕彭德怀跑了 要是他不逃跑,我就捉个活的给您看看 我现在为难的是 将来这十几万共产党的俘虏 我怎么处理 此战下来,物对税气低落 但彭老总作为主帅 既主动承担责任 向毛主席写了检讨 一位全军做思想工作 彭总亲自上了一线,侦查敌情 当时我军长时间跋涉 再加上没有熟悉敌情 这才造成了伤亡 而此番试探性建功也没有白打 敌人的火力配置已经摸得一清二楚 而为了对付马家军兼顾的火力点 彭老总想起了大炮上刺刀战术 也就是直瞄 大炮上山 直接瞄准 一门要顶翻门 而此时的马济猿呢 又在给部下打击前 要誓死保卫兰中 举起战刀 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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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 好嗎?